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好,來,那我們就不囉嗦啦 正式開始今天的主題啦 我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是 我在這個剛剛中天主持節目的時候我也講過了 就是台灣要娃娃兵上戰場嘛 既然這個教育部在高中他們發放這個所謂的 什麼暫時狀態青年扶勤同意書 就是發給這些高中的這些學生 你去調查你願不願意這個暫時狀態的時候 打仗的時候 你們這些青年願不願意扶勤啊 願不願意就是為國效忠啊,效力啊 大概是這樣子喔 好,來,我們來看一看這個新聞喔 好,來 我先把這個新聞Cue出來喔 好 調查高中生暫時扶勤異象喔 教育部長鄭英相,他說 鄭英耀,鄭英耀他說 全民國防人人有責喔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外傳有高中發放 暫時狀態青年扶勤同意書 教育部表示並無此表單喔 這個是昨天喔,昨天的新聞喔 昨天他說沒有此表單喔 但是昨天的教育部長鄭英耀表示喔 教育部根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從去年調查學生意願 這個跟戰事無關喔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這個跟戰事無關 你是咧 主要是在後勤上給予協助 全民國防人人有責喔 他講跟戰事無關 其實就是跟戰事有關嘛 你說在後勤上面 那你真的打仗的時候 前線後勤都是戰場啊 不是嗎 好,來,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今天的新聞喔 青年扶勤同意書引起了恐慌 因為家長就恐慌了嘛 是不是要我們的小孩子上戰場啊 然後教育部長就道歉了 不會讓學子上戰場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他怎麼講喔 好,這個教育部通知啊 好,這個是真的有這件事喔 教育部通知高中理上學校 發放青年扶勤同意書啊 家長就認為 是不是要把我們的小孩子送上戰場了 立委也質疑嘛 好,那教育部長曾因耀就表示了 對於學校發放這個同意書 造成家長恐慌 他予以致歉 他保證不會讓青年學子上戰場 也就是說 教育部同意了 就是教育部承認了 他的確有發放青年扶勤同意書 他承認有這件事 好,他回應 這個是國防部修改 什麼全民防衛動員法 要提到對高中生調查扶勤意願 好,那所以是根據去年的公文來進行調查 好,我們來看一下 教育部調查青年扶勤意願 台北市 台北市的這個資料是怎麼樣 好,我們來看看 那因為這個教育部有對高中發放青年扶勤同意書 那這個台北市議會 今天就舉行這個教育委員會 好,那議員就詢問這個教育局 你是不是有掌握這些資料 那台北市教育局的局長 湯志明就說了 那這個青年扶勤同意書 是從去年開始有調查青年的意願 包含發生天災戰爭的緊急狀況 是否願意依專長來協助幫忙 那學生各自填表 由行政人員統計 各自不會外流 但根據了解 實際有意願者不多 人數不到一成 所以就是說 教育部也的確有發青年扶勤同意書了 那他雖然講就是說 不是跟戰爭沒有關 都是在後勤 但是你是根據什麼國防 什麼全民國防動員法 那真的有戰爭了 你後勤前線都是戰場 不是嗎 你不是說後勤就不是在打戰 你真的有戰爭 你後勤前線都一樣啊 都是戰場啊 那你真的打起來的時候 你是後勤的 那是不是隨著這個戰事的這個進行 可能隨著後勤就變前線 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那但是 這個這個事情就是真的 台北市教育局已經承認了 而且他連資料都掌握都回報了 根據這個統計啊 實際有意願的不多 人數不到一成 也就是說現在真的 民進黨已經把這個歪腦筋 碰到這些娃娃兵上面了 雖然這個教育部部長他說啊 保證不會讓這個青年學子上戰場啊 他主要是針對這個後勤啊 主要是在後勤上給予協助 對這個戰事無關啊 但是事實上跟戰爭就是有關 只要戰爭一開始 不管前線 不管後勤 全部都是戰場 這個叫基本常勢 沒有說你是後勤人員 你就跟這個戰場無關 你就可以免於這個戰事 只是說前線是第一線被打的 那後勤也是很危險啊 都一樣啊 而且隨著這個戰士的演進 隨著這個戰士的演進 是不是他當然有可能就是 後勤也可能會支援到前線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 就是今天民進黨已經把這個 腦筋真的就是 動到這些娃娃兵頭上 來我給大家看一個這個新聞啊 好 來 這個是烏克蘭啊 現在俄烏戰爭 烏克蘭的戰場 好 來烏克蘭的爭兵官啊 在演唱會場外啊 搞抓兵啊 強壓民眾的畫面曝光啊 好 11日啊 就是最近啊 現在10月11日 在基辅體育工舉行的這個演唱會 烏克蘭知名的搖滾樂團 艾梅的海啊 表演期間啊 烏克蘭爭兵官埋伏在門外 檢查男性觀眾的文件 還釣魚執法還埋伏咧 來民眾拍下了許多強壓人的畫面 哲倫斯基他在4月16號簽索了一項新的真兵法 烏克蘭加強了真兵動員的力度 連警方也開始協助強壓兵員 除以演唱會外 全國各地民眾也爆出抓兵的這個消息啊 好 這個是在X上面 這個的烏克蘭在抓兵的這個情況啊 可以看到這個人他顯然不想 不想去當兵啊 他不想去當兵 但是烏克蘭的這個警方啊 就等於是抓兵的這些人 在演唱會的外面埋伏 來抓這些兵 那這個人他顯然就不想嘛 他在抗拒嘛 他不想被抓嘛 那但是這個烏克蘭俄烏戰爭打到現在 烏克蘭戰場上不利啊 他等於是因為現在烏克蘭跟俄羅斯在打消耗戰 已經打成這樣兩邊在比消耗 那這個前線的戰場 烏克蘭的這個士兵 每天的這個傷亡幾千幾千幾千 那那個兵員就急需要補充 所以現在就是虛兵恐急 就是已經沒有辦法就真的到抓兵了 現在烏克蘭真的在抓兵啊 好 那烏克蘭現在抓兵的這個情況啊 連這個餐廳啊 你看 除了演唱會之外啊 增兵處跟警方同步於全國各地餐廳夜店等場所 抓取兵員 這個有多可怕 你看看 這個是在夜店啊 什麼餐廳啊 烏克蘭的這些 這些 政府 這個 這個官員就開始在抓兵了 就在抓 都在抓了 全部都抓這些兵 讓他 讓他 你看這個男的也被抓了 都 餐廳 夜店 演唱會外面 開始抓兵 這就是烏克蘭現在打仗打到你後面 反正你兵不夠 管你什麼 你本來是後勤的 是不是 你照上啊 他本來 什麼 你以為後勤沒事嗎 這個 這個男的他本來只是去看演唱會的啊 他只是去看演唱會 他就被抓去當兵了 他想當兵嗎 哦 我的天啊 哦 所以現在哦 真的 你不要天真以為 這個教育部部長說啊 這個 跟戰爭無關啊 這個 暫時青年福情統御書啊 哦 跟戰士無關 主要是在後勤上給予學助啊 只要今天兩岸開戰 哦 這個 隨時什麼不分前線 不分後勤啊 全部都是戰場 而且隨著戰士的演進啊 你後勤人員隨時 你前線不利 你後勤人員就要去補充 不是嗎 哦 而且你們民進黨這些官員不要騙人 哦 你們這些什麼 全民防衛動員法 哦 他說什麼 教育部長道歉不會讓學子上戰場哦 對於這個發放青年福情統御書造成家長恐慌啊 他予以致歉 他保證不會讓青年學子上戰場哦 你怎麼保證 你都已經有這個意圖了 因為今天很簡單 為什麼 民進黨政府要針對這些年輕人 發放這個什麼福情統御書 很簡單就是做一個意願的調查 那你願意的啊 根據這個台北市教育局啊 他的這個實際的統計資料啊 好 實際有意願者不多 人數大概不到一成 我就當你一成 好 那不管怎麼樣嘛 你教育部針對了這個什麼青年福情統御書 調查了這些高中生年輕人啊 有一成願意 那你對對這一成的高中生就可以對他們造冊 好 登記 對不對 那造冊登記下一步 就是動員的時候 就可以動員他們了 動員以被需要的時候來使用 不就是如此嗎 不然你造冊登記是幹嘛 你以為你在做民調啊 造政府造冊登記 下一步就是叫動員使用了嘛 使用你的人力物資要是幹嘛的 這個 為什麼政府要有什麼戶籍系統 戶籍系統就是對於他統 統治下面的各個人民做造冊登記 那他才可以有效的管理 有效的動員 對不對 我知道我哪裡有人 我該怎麼去去去運用這些我的人力 這些資源 你造冊登記就是開始管理動員的第一步嘛 所以你已經把這個這個在什麼念頭 就是有動到這些學生了嘛 是不是 賴清德也講很清楚 四十萬名利 他連什麼 易消易警 腦筋都動到易消易警上 還有慈濟的這些師兄師姐上面的 高中生他也開始動腦筋了 然後 不要說 不要說這個什麼 青年學子不會上戰場 隨著戰士的眼鏡 不分前線 不分後勤 戰爭的戰場上 誰管你是前線 誰管你是後勤 你都是戰場 沒有說後勤就不是戰場 沒有這種事 後勤也是戰場 然後就算是後勤 隨時隨著戰爭的需求 也可以變到前線 戰爭就是這麼殘酷啊 你看看現在烏克蘭 烏克蘭已經在演唱會外面開始抓兵了耶 這個 這個他只是這個基辅的這個男子 他只是在基辅的看場演唱會 他就被抓兵抓走了 為什麼 因為烏克蘭戰場上 他 兵員消耗太多嘛 他需要嘛 那他需要這個戰士不利需要 就開始需要徵兵 需要補充 就開始抓兵了 你想想看如果 這個 海海發生戰爭 台灣發生戰爭 那 台灣的這個兵 現在很足夠嗎 解放軍是兩百萬喔 台灣的兵是十幾萬還是二十萬 我不知道 反正不管怎麼樣 解放軍還不算後備 你跟解放軍比人力 我們絕對是大大的不夠 喔 那到時候 你這些不夠的人力 你要怎麼去補充 這才是重點 誰管你什麼前線 什麼後勤 該動員全部動員的啦 所以真的我們看一看喔 現在民進黨已經開始 真的 把 腦筋都動到這些娃娃兵上面 喔 我們 以烏克蘭為界 今日烏克蘭不要變成明日台灣 喔 大家好好想一想 備戰 是不是真的能夠避戰 賴清德說 要增強自己的實力 用實力來維護和平 避戰才能避戰 請問今天烏克蘭有沒有備戰 請問烏克蘭還沒有努力的去備戰 然後 國際社會沒有支持烏克蘭嗎 給了他多少軍援多少武器 請問今天烏克蘭 他也備戰了 他也有國際的支持 請問烏克蘭和平了嗎 請問這位基辅演唱去看演唱會的這個基辅的男子 他想要打仗嗎 他也不想打仗啊 但是怎麼辦 當戰爭來的時候 他就這麼身不由己 講真的就是倒楣啊 所以 好好想一想吧 台灣要怎麼樣的未來 備戰是不是真的可以避戰 如果台灣人 和平是你最大的渴望的話 那你應該要做怎麼樣的選擇 各位家長 你們的小孩不要以為你們的小孩不會上戰場 已經開始高中生都開始要準備面對這件事了 這非常非常嚴重 這個問題真的非常嚴重 台灣不希望打仗 想要和平的人 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今天烏克蘭的情況 然後今天民進黨的所作所為 給高中生填這個什麼青年福情同意書 說是只在後勤 你真的覺得這麼簡單嗎 當戰爭來了 有這麼單純嗎 好不好 好啦 真的 以往 台灣老百姓能夠 看清楚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好 來 等一下開放Discord可以 等一下開放Discord可以 好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